欧湖岛选举服务员表示,从本周开始,夏威夷欧湖岛已经开放投票箱投票,另外,包括台湘山的黑儿和卡波莱,同样也设置好了特别服务中心,方便选民亲自投票。 由于目前已经收集到的选票中,有高达17%都是来自于投票箱,因此,选务中心还计划增加更多投票箱,例如整个欧湖岛上就有12个投票箱。 不过,开放提早投票的第一天,观察选民亲自投票的热潮,虽然仍然需要排队,不过等待时间并不长。 值得一提的是,来自夏威夷选举办公室的统计还发现,已经完成投票的欧湖岛选民已经超过20万9千人, 且全夏威夷州也已经收到超过23万份选票,投票率已经突破26%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